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一次通關幻獸致敬 我來看一下看這個實況有沒有在動啊 好廣告是不是 所以大家可能聽不到我講話 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這個可能要稍微清一下 這樣比較清楚了吧 為什麼還在出現關卡呢 為什麼廣告呢 因為收視率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廣告就開始一直出現 當然沒有收視率就不用廣告了 這個Twins也蠻聰明的 有了有了 幻獸的主機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魔隊 基本上魔隊應該沒問題 應該說能不能輕鬆打了 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我 一聖隊 基本上 木妹 光妹 還有大聖這三個 比較主要魔隊就是這三個 其他就是三個增傷 增傷角 我們現在來進場 第一關這個幻獸六八四二 第二隻攻擊力是 6376 第三隻是 6634 所以我被打身 剩下 2614 假如同CD的話 不過現在是不同CD所以基本上是輕鬆打 媒體來看平民打 因為我們是魔隊所以 盡量盡量捶沒關係 基本上 基本上 看後面有沒有比較痛 35 63 基本上第一關過得了後面 都不怕 基本上就是抓癢的 被打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 很輕鬆 所以我現在就是可以 盡情的揮灑我的色彩 可以做三COMBO這樣 可以做三COMBO這樣 安安 可以碾 應該是可以啦 只是說 穩定性的隊伍 大部分人會比較喜歡一次通關 看我通關的速度 如果時間沒有差太多的話 基本上 用同樣的隊伍沒什麼 因為你也是要儲CD啊 有沒有想過 很多隊伍都可以黏啦 我是覺得啦 CD有到就可以了 重點是CD 因為比較 危險的話 用黏的隊伍是第五關啦 反傷而已啦 尾王的話你要 有個破防了 沒有破防硬罐也可以 因為他防禦力621 621你只要 一波爆發高 力道大一點 你就是可以帶走了 放水屋做啥 水屋 爆發 水屋 對水屋是用來爆發的 3隻真傷腳 這一隻 這一隻 還有這一隻 隨便擺 當然擺背率越高越好 看 大家手頭上的卡牌 不可以回血啊 只是最後一關我想要 用力打他 也沒有什麼 因為我真傷腳這個帳號 我看 看起來就好像還好 所以我就隨便 隨便帶一隻水屋這樣 隨便記得喔 開下去之後是木妹跟那個光妹兩個都不會回血喔 所以你開下去就是 沒有回頭路喔 沒有回頭路 回復力歸零 對沒錯 所以角色的特性要稍微了解一下 不然 不然亂開可能會GG 有沒有這對就很方便喔 我可以轉兩combo就好了 有沒有 剛好出現miss喔 我沒注意到 火屋喔 我倒沒想到 我只看攻擊力最高就把他丟進去了 好像有火屋 因為帳號太多了 有點記不太清楚 漂亮的 兩combo 有時候為了增加通關速度有沒有 看一下喔 我們是可以屬於一個一波爆發帶走的 的tempo是沒問題的 我剛水就沒消到耶 水就沒消到就先消掉他好了 忘記右邊有新豬了 光豬啦 講錯了 這樣就可以 太多的雜豬滿麻煩的 我還沒出手喔 因為我要先把那個木妹先除出來 為什麼沒有 沒有為什麼習慣而已 好 這時候我不太希望攻擊豬太多喔 把新豬太多啦 因為我不太需要回血 我想要一波 22萬應該是還好啦 兩隻吸第一的 不要開到水屋喔 會哭哭喔 啊靠 兩combo 三combo 對很好笑 不要笑 因為我自己覺得蠻好笑的 靠 兩combo 這樣也行 剛剛是屬於一波爆發有沒有 一波爆發 兩combo 這這個 這次可知我們隊伍的穩定性 是非常好的喔 愛德要按豬狗 愛德 不好意思我只有一個賬號有愛德 對 而且 之前 拍實況沒有練 上次 第一的時候沒有練 所以那時候沒有帶出來 不然 是可以用磨的啦 因為那時候等級太低了 沒有練到 所以 我就 不打算做示範了 因為基本上也是一個GG的TEMPO 磨一次要磨很久 那時候 喔 我怎麼發現我的那個 那個什麼 好啊 那個 風化服飾越來越多了 魔隊最適合放 火屋 火屋喔 火屋你要算過攻擊力啦 不然是可以啦 沒錯啦 是可以啦 你要算1.5倍之後 差多少這樣 煩死了 風化服飾會影響我的COMBO 我這次關卡沒有設計的太難啦 所以基本上 這隻我是建議一定要來拿一下 因為 至少一次就 沒記錯是58鑰匙嘛 尤其是月狼 月狼 禮拜六要開了 這個 不打一隻實在是 說不過去 因為月狼到時候也是需要換手 所以 趕快要來打 暮媚零COMBOC 如果全風化一定很開心 全風化 沒試過耶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全風化 可是全風化我要把它清掉蠻麻煩的 我想是算 那我已經疊滿了 看來這一波也不用爆發了 他快死掉了 這要蠻輕鬆的啦 蠻輕鬆的啦 風化 符石最多存在26顆 不可能全版都風化 這我倒沒試過 感謝 阿修貝爾提供的資訊 最多造成25% 不多 所以 隨便打 對 COMBO速度高一點就好了啦 那基本上他魔隊有個好處 就是拍實況的時候 不會那麼快就結束了 而且這種關卡算是小關卡 應該說依照他的難度來講 我就是覺得還蠻 看起來蠻簡單的 忘記是 是幾顆了 FB的照片給看一下 就是反正他 他不是全版的嘛對不對 是嗎 那些玩意 他不是真的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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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嗎 是嗎 是嗎 好快喔 之前木尖村第一摩到床上會睡覺 會睡著 影響中是20顆 去數一下 貝爾要幫我們數一下 這隻這邊是雙體共生 所以兩隻的血要一起扣 所以我就盡量做全體吧 但是還是有屬性相剋的問題 既然雙體共生 我們就不要讓他一直共生 不然會打很久 30幾萬嘛 這個 戰術上的考量 我們要增加速度的話 我想這樣打應該是可以的 可以看到我左邊在做這個 疊出的動作 自己稍微疊一下 沒有疊就 血慢慢打也可以啦 不是說不行啦 要放個火柱進去捏齁 要放個火柱進去捏齁 我們先讓他回一下血 COMBO數應該還OK啦 非常抱歉這右邊是完全做不出COMBO出來 所以只有4COMBO 威力不是很大 不過加減用 因為主力是光啦 所以最好多放幾組光的全體攻擊 會比較有力一點 哎呀我的按鈕 沒關係按鈕沒什麼用 我沒有按 我沒有按的 現在才發現 我沒有按鈕 我發現他感覺他是故意的捏 光跟火好了啦 不要抹 魔隊讓光神復活一定非常歡樂 對啊 就是不要讓他有復活的機會 因為復活就是托你自己的台前而已 雞腳可以換什麼 就增傷的啊 你只要增傷腳就可以了 基本上魔隊就是 增傷腳或者鋁布巨蟹按鈕 這種這兩種 這兩種搭配 稍微記一下就可以了 就要嘛就是 呂布巨蟹按鈕這樣配 要不然就是魔隊放 當中放增傷腳 就這兩種 是有第三種的話 我也是希望各位可以提供一下這樣 因為 因為有更好的隊伍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一件蠻不錯的事 這按的沒有用把它消掉 新龍隊輕鬆引壓 對啊 爆發隊基本上 就是血量不要太少的都可以啊 新龍 龍隊有個好處 他的那個 血量多 爆發 爆發也不錯 我基本上這種80萬這種簡直是輕鬆輕鬆打 我發有艾德斯金鋒第一天就練滿等滿期 蠻厲害的啊 那鳥應該也吃的蠻舒服的 因為他要準備蠻多的麵鳥的 艾德在魔隊裡面目前來講 增傷他算是個很不錯的角色 好吧 好吧 為了增加穩定性 我選擇這樣的方式跟他玩 我不想要重打 所以就慢慢磨 看一次大抓血 一啾啾喔 應該會死啦 然後直接丟了 光的攻擊力比較痛 欸不行不能擺那裡 啊隨便 嘿 差點轉不過去 再來是反傷 先吸再說 反傷這時候 一COMBO一COMBO做 小心天降就好 因為天降可以天降到什麼程度我也不知道 然後這時候就開始做手 手動疊珠了 好 我只是做一個確保的動作 因為我怕沒有 沒有做這個疊珠的話可能 不小心GG啊 所以這邊做個疊珠的動作這樣 那最後一關我已經打那麼久了 最後一關一定要一次過了 沒有一次過 會凸血這樣 小心天降啊 因為我在做疊珠的很危險 天降K下來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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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會造成這幾顆星 不見 喔 才講完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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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手了 有時候還是要專心一下下 我CD是已經除滿了 只不過現在是要 做我要的珠啊 好 這時候就是 看到我的表情有沒有 下面用力的尻 我多少血要尻啊 八色彎會不會有點多 好像有一點點 這要尻幾小時啊 我在想 萬一在思考這個問題 有在扣血嗎 大概尻個八十二次應該可以啦 看起來 一次多少 三千九 三千九 有人可以幫我算嗎 因為我現在手很麻 三千九要要要要要 因為我們要穩的話就是這樣 一波一波帶走可能會被他帶走 所以如果你不是用爆發隊伍的話 對不對 基本上 鋁布巨蟹按鈕的話 是也可以很快的把它處理掉 看看你是用鋁巨按還是 還是要用那個 那個爆發腳 看大家喜好這樣 有更快的方法嗎 大家有好的建議嗎 怎麼會有實況主在做這麼 這麼 這麼好笑的事情 212次 1 2 3 4 5 6 7 還真的蠻久的 那個可以去上個廁所 喝個茶之類的這樣 以通關無壓力 對 無壓力嘛 雞腳換掉就比較快了 也對啦 是沒有錯啦 只是我只是隨便找隊伍 剛剛就隨便搭了 例如說其中一隻換鋁布啊 巨蟹按鈕 巨蟹還算ok 因為巨蟹一隻夾十幾萬 是嗎 忘記了 不過這樣也還好啦 我們最魔的就是這時候啦 換手 怎麼沒有動 哎唷喂 要破壞了 我的 我的手掌差點 把我的數字轉掉 不要數比較好 不要數比較好 不要數幾次喔 不要數幾次 這個 大家現在有問題 趁現在提問有沒有 其實我剛剛應該放一隻巨蟹進來 我有巨蟹 因為巨蟹最後關網也可以夾 而且重點是什麼呢 巨蟹配上女巫 他夾會更痛喔 他夾會更痛喔 所以我建議啦 是 把其中一隻換成巨蟹 巨蟹配女巫夾下去爽歪歪啊 女巫配巨蟹之類的 回復靈加大攻擊力 所以巨蟹夾下去會蠻蠻痛的 巨蟹昇華前夾18萬 昇華奧25萬 巨蟹不平衡 啊不是啦 我是轉珠平民啦 隊伍喔 隊伍喔 看每個人手中卡牌啦 因為 有的人覺得這樣平民 有的人覺得這樣不平民 你說真的 很難 很難去配合每個人的卡片 所以 轉珠爛 好不好 這爛爛的 這個其實也不能說爛 就是普通 普通 平民喔 平民轉珠3到5 等一下我可以示範這個 屬於一個1 2 3 4 1 2 3 4 5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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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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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時候順便可以跟大家講一下通關的一些方式 一些技巧這樣 不然實況一下拍很快就結束了 好像沒什麼內容 我看一下齁 下面那一隻只有十萬 等一下可能只有八康火可以示範 我思考一下齁 轉下去 它只有24滴血 一康 好 基本上現在是破防齁 平民看一下有幾康火齁 欸 減一康 沒差人這樣 好啦 平民轉租只有八康火 不好意思 我沒開水屋欸 哇擦 哇擦 我沒開水屋 呵呵呵 我想說奇怪 威力怎麼好像有一點比翔東弱一點點你知道嗎 哇擦 喔 心臟我真的跳了好大一下 哇 Shit 我剛剛看它動動動好像威力不是很大的時候 我心臟真的 我們 瞬間有稍微停了一下下 這樣 有沒有稍微停了一下 所以記得記得 禁為王要開水屋啊 不然會GG啊 好 好 這邊是屬於用魔隊的一個通關示範 這個 這個 幻獸之計 前面沒看到不知道怎麼打 隨便打 前面就隨便打 基本上這個血量 我可以幫各位算一下 這個血量大概多少以上 就可以了 等一下齁 14,600 記得 14,600 這樣對嗎 14,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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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血量低關就可以撐過去了 同CD的話 低關 14,600 記得喔 14600 這邊這個 要稍微注意 14600 沒滿等15938可以 15938可以 只要14,600就可以了 血量幫各位算好了 大勝減傷 三隻一起賣下去 不會死 CD3 很簡單啊 要過就一次過啦 如果你用爆發隊伍 沒有把握一次過 就用魔隊啦 基本上 剛才如果那個 那個同樣的隊伍 把雞腳或者是 那個咒絲 我是建議換咒絲啊 因為雞腳屬性 有三倍 咒絲頂多兩倍 咒絲把它換換掉也可以啦 咒絲換成巨蟹 我看一下這個隊伍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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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